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今天开讲前 想问问大家 平时会不会经常去美术馆或者博物馆 经常去的朋友举个手 OK 一年会去三次以上的朋友举个手 还不错 那我今天就想从去美术馆这样一件事情 展开和大家聊一聊 关于文化 艺术和消费之间的一些关系 我很喜欢画龙 从小就喜欢 所以在2012年 有一件小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那一年上海博物馆正好在展出一件 非常有名的宋代绘画 叫《九龙图》 我特别喜欢这件作品 有一天去亲戚家里做客 逛街出门 路过上海博物馆 我就提议 与其逛街不如去博物馆 看看这个展了 很不错 大家就开始犹豫了 突然我的一个姨父就跳出来 斩钉截铁地说 算了算了 不要去 果断地拒绝了我的提议 那我说现在很多的美术馆 博物馆的展览 对外开放都是免费的 不去白不去啊 花不了几个钱 最后他们说 什么自己的修养不是特别高 文化修养不是特别高 人比较粗 不适合去美术馆 最后呢 我的提议显然是失败了 我就这样失去了一次 和家人和亲戚 一起去博物馆的机会 非常的可惜 不知道这样的故事 在大家的身边啊 有没有发生过 我发现在我的父辈和祖辈当中 存在这样一种心态的 它是具有一些普遍性的 在面对艺术之前 他就会选择先关闭自己的认知 一些感知 和艺术隔离开来 有的甚至于就拒绝它 究其原因呢 并不复杂 因为他们成长的那个年代 需要面对很多的困难 可能没有多余的精力和时间 去感受文化和艺术 也许 他们如果有时间的话 也会爱上它 可能造成几代人 在感知文化和艺术上的一些缺失 以至于他们后来啊 在人文艺术方面的一些消费 也非常的少 有的甚至于就没有 但是就是这样一群人呢 我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有时候会觉得特别奇怪 就是他们热衷于集会和旅游 集会不必我多说 我看在座的很多朋友啊 父母可能和我的父母一样都退休了 有个笑话说 中国可能最大的一个文化输出 就是广场舞 其次呢 他们就特别热衷于旅游 那别人问 为什么你会觉得奇怪呢 我发现他们在面对 本土的很多文化艺术 两耳不闻窗外式的一个状态 视而不见 但是却又非常热衷于 感知别国的 别的地方的文化和艺术 比如你的父母 第一次去欧洲旅行的时候 包括自由行 他肯定会去巴黎的罗浮宫 去看看圣母院 如果去罗马的话 他会去大教堂 看竞技场 拍摄各种的广场雕塑 然后拼命发朋友圈 就怕别人不知道他在哪儿 如果第一次去日本的话 去京都 他肯定会去金阁寺 清水寺 那边附近古老的建筑非常多 感受他们的民俗文化 然后也是拼命发朋友圈 就想让他以前的同事啊同学 知道他现在在干嘛 但他们可能从未去过布公 或者上海博物馆 去认真地看过一个艺术展览 这个现象特别有意思 大家不妨思考一下 我觉得呢 文化是艺术的一种广义上的体现 那艺术是需要人的感兴趣认识的 当我们的父母有了自己的私人时间之后 他还是会跟着自己的感兴趣走 去到处逛 那说到这一点 我不得不提到另外一点 就是我们平时很多人出门旅游 很少你会去什么这个地方的开发区 说我去参观一下那边的新城 很少 一般都是去一些名胜古迹什么的 比方说法国巴黎的新城 巴黎在上个世纪60年代前后 就开始规划他们的新城建设 因为当时巴黎在发展的时候 也遇到了一些现代化城市进城的一些问题 但是过了几十年之后 你再去看那边绿荫环绕 非常的美丽 居住密度也不是很高 按照我们的说法 那边可能是投资买房 特别好的地段 但是很多人去巴黎可能不会说 我特意要去他们的新城去看一下 非常的少 但是国内很多的文化景观的建设 可能就会存在这样的毛病 有时候相同的类似的建设框架 它会运用在非常多的不同的城市里面 这样就会造成景观的类似 人文积理的雷同 那一座城市它的个性就会慢慢地降低 有时候甚至会造成一些哭笑不得的景观 比方说最近几年 各地争相竞选的一些废仪项目 还有大家旅游可能会发现 有很多很多每个地方会有不一样的 但是是同一个名人的故居 有时候呢 为了做这样的一种建设 不惜破坏掉了它本来拥有的一些 自然形成的人文基礼 大家觉得这样的建设有时候会值不值呢 前阵子 我去杭州出差 我在杭州生活了很多年 对那边印象非常深刻 出差到杭州 我从杭州的东站打地到我的酒店 当中我睡着了 司机叫醒我之后 我望向窗外 吓了一跳 我以为我来错地方 我感觉我像在北京 一路开过去 当我清醒一点之后呢 我发现我没有走错地方 那司机告诉我说 2022年杭州要举办亚运会 我们正好路过运动会 一些主要的建设工程附近 那我突然就在想 我们很多城市 在进入到了一些 营奥运式的加快建设之后 往往经常会想着 我要去见另外一个鸟巢 另外一个水利坊 另外一个奥运村 但是我们有时候也忘了 我们也有像红磐 像小鸡蛋 这样特别有城市特点的一些现代设施 每个城市 我觉得它是非常需要个性的 罗马就是罗马 巴黎就是巴黎 那这样的一种城市景观的趋同啊 我觉得可能就是当下很多人 面对文化和艺术的一个态度的缩影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 正好搬新家 他想买些画在家里挂着 让自己家里多一些文艺气息 说想让孩子在一个充满书香气 文艺气息的环境下长大 来问我建议 那我就跟他说 如果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 你可以去一些小的画廊 一些画店 去找一些你自己喜欢的 一些尺寸合适的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欣赏的作品 他逛了一圈回来 非常沮丧地跟我说 他说自己喜欢的作品 都价格特别高 下不了手 我当时就有点好奇 为什么呢 在我印象里 我这位朋友 他是属于经济上比较宽裕的类型 我在想 他是不是看中了什么特别贵的作品 然后他跟我说 他看中的作品大概要五六千块钱 我一下子又愣了一些 因为这个数字和我想象的数字有些差异 我想了想 问了他几个问题 我说你这不刚搬新家吗 你家肯定要翻新墙面刷墙什么的 那你家里请一天刷墙工人 大概需要多少钱 他算了一下 说可能刷一天需要三四千块钱 那我在今天来之前特意查了一下 国内某著名品牌 这个油漆对外的一个施工报价 大概是四十块钱一平米 如果你家是居住一百平左右的房子 按照墙面面计算的话 一天人工可能就要四千块钱以上至少 再加上别的杂七杂八的一些费用 五千块钱应该是不够你刷一天的 那我又接着问他 很多人第一张画很想挂在自己的客厅 扩起先办 你客厅的那台电视机多少钱 他说我客厅的六十多寸大彩电 大概一万五左右 我说你那个彩电 是不是只会越看越旧 越看越不值钱 他很快回到我说 那肯定是 那我就接着他的画最后问他 那你现在还觉得你花五六千块钱 买一件自己喜欢的艺术品 你还会觉得贵吗 可能很多人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妨想一想 当我们把我们周深的文化艺术 想象的或者定义的非常廉价的时候 我们很有可能也会被廉价的文化和艺术所包围着 我来跟大家聊一个简单的计算问题 以我自己为例 我是一个艺术家 准确地说是一个画家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张画 它的具体价值大概是多少 可能很多朋友就会开始想 画布多少钱 多大 颜料用了多少钱 画了多久 最后装表画了多少钱 然后它会算出一个大概的价格 觉得划不划算 乍看之下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如果用这样的方法 你去想要买的别的东西 如果说是一本书 就会显得特别贵 一本书它无非是一个印刷的一叠纸 装定起来 或者说一张唱片 它是一张经过客录的一张简单的叠片 我们买的任何一件东西 它都是生产成本和生产周期 所叠加起来的一个价格区间 有时候我逛美术馆 也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特别是在看一些抽象画的时候 经常会有人说 这张画我也画得来 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 那在思考这样一个简单的计算问题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忽略 一件作品 它背后隐藏的价值 一个画家也好 一个作家也好 音乐家也好 它所经受的专业训练 它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 思考着自己的美学文学音乐 这样的磨练 这样的打磨下面出现的精神的结晶 我们甚至会认为 它不如我们家的一面墙柜 不如一台日益老化的电视机柜 这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对待文化艺术 很多人的一种价值判断 那进入到现代商业文明非常发达的社会之后 我们有没有办法去丰富周深的文化和艺术呢 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说 我认为选择去消费他们 是一种最好的方式 比如你去逛一个美术馆 看了一场你非常欣赏的一个展览 当中的一些作品吸引到了你 某个艺术家震撼了你 那当你走出美术馆之前 你是否可以选择去购买一本他的画册呢 或者说买一叠小的明信片 带给你没有看过这个展览的家人 孩子让他们也欣赏一下 或者你可以买一个和你喜欢的作品 有关的纪念品 一个茶杯 一把扇子 一把雨伞 或者说一件T恤 我相信它很有可能会成为你家里面 一件特别别致的物件 但是它所需要你付出的代价 可能还不如你平时随便吃一顿小龙虾来得多 顶多就是每天多喝几杯奶茶 那可能有朋友就要问了 我们这样去消费他们 那真的就可以改变 我们周深的文化和艺术的品质和氛围吗 我给出的答案是肯定可以 可能大家不知道 我们居住的上海 就有很多的美术馆 它都是非盈利机构 特别是一些民营美术馆 常年的运营都是靠它背后的机构在支撑 那随着这些年 很多艺术品价格的上涨 保险费用也蹭蹭地上涨 要引进一个好的展览 或者走出一个好的展览 付出的代价就变得非常高 但是又有一些数据表明 一场优秀的展览 如果它的票物和它的周边 有不错的销售业绩的话 它可以大大增加一家美术馆的运营预算 它就有更多的预算去做更好的展览 那就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推论 一座城市有越来越多 越来越好的展览进来 那自然这座城市的文化艺术氛围就会变高 一座城市的估值也会越来越好 那我们生活在里面的每个人 也能享受到更美好的生活气息 我相信很多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朋友 不单单是来这里打工挣钱 而说来捞金的 我相信不一定 我用一个现在很多年轻人 都能听得懂的方式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去消费了他们 我们可能自己的消费也会慢慢变得个性化 比如现在年轻人很多喜欢喝奶茶 如果你两天喝一杯奶茶 花了20块钱 我可能算少了 那你一个月可能就有300块钱 300块钱足以你购买一件不错的 和艺术有关的产品 那一年的话 你就可能会有四到十几件不同的 和艺术有关的东西进到你的家里 那如果你用三年左右的消费 就可以让你的家遍布着各种各式各样的 艺术相关的产品 我相信这个家 是你当初请的装修设计师和装修团队 所不能达到的 那用同样的道理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消费的方式 去提升我们所生存的一个大的文化环境呢 我对未来有很多的期许 但是未来也充满着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大家最近刷一下手机可能会有同感 但是我们不能干等着 干坐着 去想着突然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降临到我们的眼前 那最后呢 我想分享一个我遇到的故事 这个故事里面的现象可能大家都很熟悉 我的一个收藏家朋友 显然他是一个社会精英 他来咨询我 他小孩子学画画的事情 说几岁开始学 去什么美术班比较好 那我就跟他说 你的小孩啊还太小了 至少等他念了书 你再看看他喜欢什么 再确定需不需要一些专门的训练 不要过早地对他进行一些选择 过了一阵子我又碰到他 他很开心地在跟我聊 他孩子已经上了某某培训班 然后在里面的一些事情 那显然我当初的这个劝诫 是白说了 现在大家很多的生活质量 都有显著的提升 对下一代的文化修养 做提升的途径也变得非常的多 大人们大可把这种消费 作为你文化艺术消费的一部分 只是从培养自己 变成了培养他人 但是呢 这样一种消费是否可以真正地让我们的下一代进步 或者改变他们 在这里我要打一个问号 我希望它是的 那未来呢 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知悔 我在这里呢 想用一部我非常喜欢的电影 《人类之子》里面的一张海报 来表达我此刻对于 未来的一种模糊的感觉 大家也可以问一下自己 你热爱的东西 是不是很多时候是出于一种感性的认识而触发的 那在这样一个大家都在努力地奔波 飞速发展的时代里面 对我们的下一代是否做了一些过多的拔苗助长的行为 而这种非常需要感性去认识的东西 拔苗助长是否有效果 我们可以去想一下 艺术修养 文化修养 我觉得很重要的两点就是修和养 这两点显然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那讲到这里 各位大人们还会继续给自己的孩子 报更多的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吗 还是会说你会带他去美术馆看一场 好的展览 或者说你会买一本好的书给他 或者带他去听一场美妙的音乐会 我相信现在大家肯定都有自己的答案了 谢谢